袁绍 凭借兵力一直在不断进军 黄河流域的防蟹已经相继告破 白马 炎金也在刚才双双失手 如此一来 胡杨便忽利了 不解如此 我还听说掌控了江东的孙策 企图配合袁绍的动作前去进攻眼中 是否应该从各地暂时撤兵 集中兵力呢 不必 孙策应该不会轻易攻打眼中吧 他以惊人的速度压制了江东 一路上招揽了许多仇怨 他现在应该会警戒周边 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寻优大人怎么看 你是否有什么好建议 一味防御无法开辟活路 如果要找寻活路 应该着眼于白马 炎金一带 白马 炎金的首将是炎梁和文仇 他们虽是袁绍军首屈一指的猛将 但是势单力薄 空有一身毫无疑 我们应该放弃蒲养 用最少的兵力防卫大北营 同时倾尽全力攻克白马和炎金 这才是开辟活路的最佳方案 那好 我便相信寻优纵览全局的能力 重新编制部队 以最少的兵力留守官渡大本营 其他部队 全部集结到白马 炎金 先控制周围的战线 而后在诛沙园上 用智谋与武艺来颠覆兵力差距 请 请您救救我 你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了 你这是帮大忙了呢 请凭我的智谋 是没法挽回吗 这下 可以回去执行补给部队的任务了 毕竟还需要左手强化部队 我自有我的道路 任何人也无法阻挡 真不愧是我的父亲 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 桃桃君的废物们 你们都有什么本事 只要牢牢记住袁寿军 跟我炎梁在此就行 我们已经置身于死地之中 只要活下去 就要防守的滴血不漏 平下 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 在这里加强守败 目标就是那个据典 各位 进军吧 目标就是那个据典 各位 正军吧 目标就是那个据典 各位 正军吧 目标就是那个据典 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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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 在这里加强守备 前进 黑胆杆组 门门已开 现在 展开攻击吧 哈 门门还有的那家伙胡来了 我无力 胡锡那家伙 立刻将军消灭 弟兄们 胡锡 发出气势来 把动猛攻 怎么可能 他就会压倒我军 死了 死了 看来 谁能做起没马呢 我自有我的道路 任何人也无法阻挡 真是厉害啊 孟德 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这些人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怎么会有其他的呢 这些人才有称霸之人 没劲 是要称霸之人 这些人才有称霸之人 可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好 好 嘿嘿 咳 大 大大特兵器 嘿 继续上前一步 弓兵摆好战事 无论如何 都要拦住他们 无力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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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嘿 白马已经被朝朝军攻陷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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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良 千万被敌人击吧 嘿 无论如何 我都要死守延剑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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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快就拍打了 嘿 我也来大闹一番吧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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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了 那裡就是目的地 嘿 喬 好香到你 衝啊 对 好 Shh 攻击 攻击 攻击我们武艺 消灭敌军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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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撑不住了 城门要被冲破了 什么 可恶 让我来想想办法吧 打点上 这时候一定得冲手帮忙才行 我们快去作战 大人只能放弃眼睛了 陈老辉 为什么如此没用 我自由我的道路 任何人也无法阻挡 真是厉害啊 孟德 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保护 报告 袁绍麾下的许优 有意投降 她却会害死者 在乌朝等候 许优 许优的投降 或许会改变战局 我们最好 尽快赶向乌朝 真不愧是我的父亲 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 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 好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 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现在正是与曹操一决雌雄之时 我们要冲向敌军大本营关渡城 全军前进 接下来 我要开始攻打关渡城了 攻城兵器部队 展示你们的威容吧 如果飞那个兵器蝉 一次形势有劲 还是在抵达城墙之前将其破坏吧 我主将 对大军的关键 快去调派补给物资 逃到 补给部队已经到达 这就像是关渡城进军 曹操企图强化兵战 展开持久战 不能让他得逞 为击败敌军的补给部队吧 曹操企图强化兵战 曹操那个家伙还真是很疯 请求增援吧 一定要战胜他们 担援吧 不然我霸业 所有猎王 报告 来自中继据点的援军已经到达 我的阵容真是坚如磐石 冰门的将士们 现在正是压制敌军之时 要紧防敌人的袭击 你可疏于剑尾 继续援助有军 集中战斗力 估计部队到了 成功 再提起尸击 将军我们卫赢了 此外我法业没有灭亡 我们去支援勇军 援手了 好了,出發吧。我們去奪取敵軍的藥塞。 停下!這個地方看來會有戰鬥!在這裡加強守備! 猛蛾!真正的三國五雙啊! 去援助有軍!其中戰鬥力! 停下了!出發吧! 我們去奪取敵軍的藥塞! 古蘭我霸眼,唯有滅亡! 我要把霸眼的地方全都禪停!都靜靜點!跟我來! 就去壓制那個局點吧! 憑各位的才能,應該能順利完成! 不能夠使用! 靜靜可施了! 真是厲害啊!孟德! 不愧是要称霸之人 战斗的精髓 就是占颖要定 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 收为机遥 是时候出发了吧 占领那个地方 看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软若无力 回去令萌对策吧 主公 你真是太厉害了 跑来跑去也累了呀 咱们就努力在这里防守吧 将目标定在那里 一举攻陷 拓败敌人的斗志 独揽我霸眼 独揽我霸眼 超超净敌寡敌众 击退了卧蜂大军 可恶 我不认可 绝对不会认可 这场胜利 确立了主公在河北的霸权 各位 同声敬赫吧 敬赫此证告解 这样一来 草操大人就打开了道路 虽然 无法见证未来 令人遗憾 走座大人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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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不会因为这场胜利而终结 如有人得意忘形 扰乱军舰 必当延长 罢了于尽 我们刚刚击败袁绍 天下最大的敌人已去 今天就随他们去吧 是 敬尊主命 所有人挺好 袁绍败袁绍 在于我军之首 如今天下再无其他势力 可与我军抗衡 从今而后 我军将为平定天下而战 此后的战斗不同以往 未来的道路 势必更加严苛 但是 此时不必考虑此事 今日我等共同庆祝胜利 养精蓄锐 袁绍 你在天有灵尽管看着吧 看我曹孟德 在征战之中如何前进 我必定会亲手结束乱世 开辟新的时代 军尤大人 你在关渡的功劳可真不小啊 那一战中 多亏你找到了袁绍的要害 哪里 我这点事 跟郭家大人你们比起来 只不过是一点微末的功劳罢了 宽度的是 也不过是敌人泄露的情报 刚好进了我的耳朵 我只不过是针对得到的情报 向主公献上了最佳的对策而已 你可真够谦虚的 不过这也是寻忧大人的一贯作风了 我这人大概是天生的性情吧 我就是不擅长站在人前指挥战局这种事 埋头做事对我来说倒是没有什么 要让我像您和文若大人 贾许大人那样 我可实在是 我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本来是寻忧大人 几杯酒下肚你也挺能说的了 贾许大人 抱歉打扰你们了 我还是到一边去慢慢喝吧 不管是恶作剧还是天下大计 他这份出人意表的才能真是了不得 我实在比不上贾许大人 你要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 我还想着让你来接受我的职务呢 国家大人 没什么 寻忧大人自有寻忧大人的好处 特别是 肯一直陪我喝酒 这一点最好了 没有比你更好的朋友了 是啊 我会陪着您的 一直到底 啊 嗯 好